嫌不嫌下日,大家是不是食慾大減呢? 今天就和大家煮一個三文魚節瓜豆腐湯 烤水節瓜配搭上豐富Omega-3的三文魚 是一個營養滿分的夏日湯水 材料有三文魚、豆腐、節瓜、蔥和薑 首先我們把三文魚洗乾淨 然後用廚房紙抹乾它 加少許鹽和爆胡椒醃一會兒 然後把三文魚一開二切開 節瓜切成一塊塊塊狀 待會我們先用到的蔥和薑切好備用 準備好材料之後 我們就可以開始煎三文魚了 我們先燒熱一隻疾化材木森煎鍋 燒熱之後就可以下油 要等些油熱 見到油有油混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下薑片和蔥段下去爆香 嘩!聞到香味了 可以放三文魚下去 我們要煎熟它 和煎到魚油出來了 記得兩面都要煎熟 不能夠有血水 煎得夠熟的話湯會更加鮮甜 如果不夠熟湯就有機會變腥了 三文魚含有豐富的Omega 3 有助於降低血液中的三酸金油脂 對腦部的發展和健康至關重要 等三文魚煎到出魚油 我們就可以加入熱水 倒入滾上是可以撞散魚肉裡面的蛋白質和脂肪 這樣湯的顏色就會更加奶白 蓋蓋用中火煮大約10分鐘 打開蓋見到魚湯明顯轉為奶白色 是時候加入已經切好的節瓜 然後我們再蓋蓋煮大約5分鐘 開蓋蓋見到顏色比剛才更加奶白 再加入豆腐 中火煮大約2分鐘 最後可以加少許鹽做調味 如果怕腥就可以加少許白胡椒 好了 我們現在可以上碟了 今次這個節瓜三文魚豆腐湯 真是非常簡單易做 而且營養豐富 你們都快點試一下吧